Hello大家好,我是猛火兵 前不久有索尼收购的第一份工作室 Fireworks Studio开发的英雄射击PVP游戏 《新名特工》在8月23日正式发展后 仅20天不到的时间就于9月6日停服加全额退款了 成为了近年来最惨烈的大型商业游戏爆死事件 事实上,这款游戏的崩溃早有预兆 美术层面游戏中不少决策造型过于政治正确 让玩家毫无扮演欲望 在贝大测试期就被玩家猛烈批评 再加上游戏在其所处的第一人称英雄设计态道 已有未契约和守望先锋2这样成熟免费产品的情况下 仍坚持40美金买单的销售策略更是令人大跌眼镜 发售后,游戏的Steam玩家在线数量最高仅有607人 甚至还不及此前的beta测试 在片子平台也毫无水花 预估总玩家数只有2万人左右 完全无法支撑一个正常对战游戏社区 最终光速停服退款的结果也是预料之中了 不论之后游戏是否会被回炉后再上架 到目前的事件发展至离谱 已经足以成为玩家群体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海内外玩家根据一些捕风捉影的报道 认为这款游戏花了8年开发时间和2亿美金的成本 却交出了这样不及格的答卷 简直是愚蠢至极 还有不少人将游戏中极端的政治正确元素 与此前被诟病的强推多样性叙事的咨询公司SweetBB挂钩 认为是SBI干涉了新名特工的美术设计走向 而行业内则更多在讨论 这样一款让玩家一看就觉得索然无味的游戏 如何能跨越游戏公司的层层内部审核 甚至在贝塔测试已经口碑崩盘的情况下 强行上线呢 这款产品的失败对索尼这两年推行的 服务型游戏战略会有怎样的影响等等 这些话题在我看来都很有价值 但讨论的前提则是 理清全部事实 抱着趣伪存真的心态 我和团队的小伙伴顺藤摸瓜查了不少原始资料 来还原这场闹剧的全貌 很多信息和大家此前听到的也存在相当差异 但也正因如此 我们才能更明确到底是谁应该为这场灾难负责 厂商们又该从中学到什么样的教训 耐心看完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星明特工的开发商Fairwork Studio成立于2018年 在去年5月被索尼正式收购 在索尼收购前 它隶属于一家名为Probably Monsters的公司 这读起来略有点拗口 后边我们简称这个公司为PM吧 也就是说 星明的大本开发工作是在PM麾下完成的 所以PM才是我们今天故事的核心 PM的创始人名为哈洛德瑞恩 在2016年瑞恩创立PM之前 他曾在光环和命运系列的开发商Bomb基工作了16年 并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担任Bomb基的CEO和总裁 也就是绝对的一把手 但这样一个人为何会突然在16年从公司离职呢 搞清楚这个事对了解瑞恩这个人很重要 让我来给大家细说一下 瑞恩96年大学毕业后加入了微软 并在98年后进入游戏部分 他从测试员做起 随后组建了处理硬件兼容性问题的团队 随着微软开启主机战略 并于2000年收购Bomb基后 瑞恩先是以微软监工的身份参与光环的项目管理 并在2001年彻底脱离微软加入Bomb基 加入后他所扮演的角色 更偏重于宏观的项目管理 比如游戏的测试节奏与市场推广等工作 而非直接参与游戏设计和开发 在他的领硬里 他列出的自己在Bomb基任职期间 最值得一提的成就有两个 其一是代表Bomb基与微软谈判 让Bomb基在07年成功从微软剥离 重新成为独立公司 其二则是在2010年代表Bomb基与动视 签署了命运系列为期10年的独家发行协议 先说前者 之所以Bomb基被微软收购后 又很快谋求独立 是因为Bomb基的员工觉得 他们作为光环系列的缔造者 没能从这个IP优秀的商业成绩中 获得足够的回报 后来有爆料者称 微软曾允诺Bomb基 光环2发售后将销售额的11%分给Bomb基 以换取Bomb基留在微软 并继续开发新作 然而最终微软却玩起了文字游戏 称11%的分成仅适用于最初几百万份的销量 后续分成最低降至了2% 这导致了Bomb基上下的强烈不满 不少核心员工不惜离职来要挟微软分家 因此他们推举出了有微软工作背景的瑞恩 作为代表同微软谈判 最终双方在07年7月7日达成协议 Bomb基可以独立 也被允许未来为Xbox以外的平台开发游戏 但微软将保留光环IP的完全 并成立343工作室 收留愿意留在微软 继续做光环的Bomb基员工开发续作 这可以说是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而在这场谈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瑞恩 在独立后的Bomb基自然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 几年后 瑞恩作为Bomb基总裁 在2010年为工作室接下了来自动视抛出的橄榄枝 动视将代理Bomb基开发的新游戏IP 也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命运系列为期10年 倘若一切顺利 Bomb基不仅能从Bomb基手中 获得数亿美金的天价开发资金 甚至还能把命运IP的版权握在自己手里 而且协议中还规定 如果初代命运的M战评分能达到90分 Bomb基还能额外获得高额奖金 这又是一份对Bomb基很有利的合同 能够先后从微软和动视两家大厂的谈判桌上 为Bomb基争取到一个很不错的协议 足以证明瑞恩在商业谈判和推销自家公司方面 有着超凡的能力 但随后发生的事却似乎表明 它对于管理开发团队并不在行 Bomb基在执行与动视的发行协议过程中 屡次出现大差子 协议原本要求命运系列需要从13年起 每两年发布一款新作 而在没有新作推出的年份 Bomb基要为上一代产品制作一个付费资料片 倘若真能按照这个节奏推进 动视将同时手握使命召唤和命运 两个超级年货系列 成为电子游戏行业的一方霸主 然而 协议的第一代产品命运依旧未能按计划在13年底发售 而是跳票到了14年9月 本体M站媒体评分仅有76 这也低于90分的协议奖励目标 好在命运1的销量并没有触发代理终止条款 倘若命运1在正式发售后的6个月内 未能卖出500万套 动视有权终止协议 放击也恐怕会因此破产 好在在强大宣传公式的帮助下 游戏首月就卖出了630万套 可接下来 续作命运2又未能遵循条款 在两年后的2016年推出 而是拖到了2017年9月 瑞恩作为CEO也没撑到命运2发售 他在2016年1月底就从棒机离职 他本人从未在任何采访中说明离职原因 在瑞恩离职之前 棒机为命运1推出的三个内容拓展包 《黑暗之下》《狼巫》和《鞋神降临》中 只有鞋神降临在M站收获了86的媒体分 其他两部的表现甚至不如本体 只有63分和72分 在瑞恩离职的一周前 有媒体爆出原定在16年9月发售的命运2将延期的消息 而且当时棒机并未效仿之前的做法 在16年初列出命运1的更新计划表 恐怕开发组自己也还没想清楚 在命运2延期后 命运1该怎么更新 玩家社区中也充滞着强烈的不满 也因此可以猜想 瑞恩的离职可能是为这一系列的管理混乱和协议违约买了单 纵观其在棒机的履历 瑞恩确实是个老资历的游戏公司经理人 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确实在带领3A级射击游戏团队 甚至从员工视角来看也是不错的领导 但他的技能点根本不在游戏开发之上 而是点在了拉人存局、商务谈判和公司融资这些领域 离职后他给自己立了人设是 在行业内拥有超过20年的成功经验 领导棒机开发了光环和命运系列 这两个IP创造了超过50亿美元的收入 对于投资人来说 倘若他再创业确实会是个不错的标的 16年离职后 瑞恩并没有着急去做游戏 根据他采访中的说法 他先是享受了一段时间的家庭生活 才在16年底成立了新公司PM 之后他又花了一年时间与各种团队交流 研究游戏行业的开发流程 思考什么样的公司文化更适合游戏开发 如何贯彻这些文化 直到17年底PM才开始组建游戏开发工作室 新名特工开发组Fairwork创始成员之一的 托尼许的领营信息表明 这个组的创建最早也只能追溯到17年10月 两年时间去误到到底误了个什么结果出来呢 在19年左右的一期采访中 他表示自己创办案的PM不是传统的游戏公司 既不是开发商也不是发行商 公司本身不生产任何游戏 而是专注于孵化相互独立的3A游戏工作室 每个工作室围绕一个特定的玩法赛道 在REN的设想中 PM将作为中枢为旗下所有参股工作室提供支持服务 诸如分析、测试QA、法律、财务、人力资源等 游戏开发不那么紧密的事情 目的是让工作室本身专注于做游戏 为了吸引3A开发者加入 瑞恩还祭出了另一面大旗 以人为本的公司文化 他表示PM将以导师的角色 指导工作室建立积极的工作文化 让旗下那些虽然是初创团队的开发者们 也拥有稳定可靠的高福利工作环境 不必为事业感到恐惧 并推崇多样性、包容性等左派价值观 在采访中 瑞恩甚至还无不得意的说 我们公司有一个主管 六个月前有了个孩子 我们公司规定有14周的陪产价 他跟我说他不能休 这会毁了公司的生意 而我却说 陪产价不是个福利 而是必须休的规定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是啥感受 我觉得瑞恩的这番话 听起来是很美好的理想主义 对员工也很友好 但其背后的思考方式 却有些错位 乃至荒谬 片母旗下工作室 明明在做的是 创业孵化这种极高风险的事情 他却并不希望员工承受太大的压力 反而许诺以稳定和高福利拉低效率 作为初创游戏企业 明明应该先推进开发 更敏捷 成本更可控的中小型项目 他们却先给旗下工作室 全部都贴上3A的标签 要求每个工作室 都去做3A级的大型游戏 进一步放大了公司生产效率方面的问题 甚至连游戏公司文化 这种本应自发形成的东西 也被瑞恩事先定下了调 却不考虑这些进步思潮 是否会反映到游戏美术的设计上 进而让玩家感到不适 心灵特工失败的种子 就这样被埋下了 接下来的几年 瑞恩凭借着自己的口才 人脉和过往的履历 来给PM公司的3A开发者乌托邦叙事 拉来了一茬又一茬的投资 路德丁资本管理公司 在18年就通过旗下私募股权公司 对PM进行了天使投资 并换取到了PM的董事席位 19年7月 PM又宣布完成了一轮 1800万美元的私人性质A轮融资 由达拉斯牛仔队老板杰瑞琼斯 与达拉斯著名房地产投资人 约翰·戈夫领投 之后PM又在21年9月 宣布完成了2亿美元的 A轮优先股融资 仍由之前的天使投资人 路德金资本管理公司的出资 福布斯杂志在报道这一新闻时 称这一金额打破了一项行业最高纪录 没有哪家游戏公司 能在该轮融资筹集到 比2亿美金更多的钱 成立5年没有一款问世产品的游戏公司 拿到2亿多美元的投资 确实也很惊世骇所 然而 大家可能也听出来了 这些投资者都没有什么 电子游戏行业的背景 在路德金私募股权公司的自我介绍中 他们主要专注于投资 分销服务 制造业 医疗保健 消费品 科技 能源等领域 在其官网展示的投资版图里 电子游戏领域仅有PM一例 必须说明的是 融到2亿美金后 瑞恩宣布这笔资金将使PM旗下 已成立的三家子工作室受益 并不是只有星明特工 一个项目就吃掉了2亿美金的资源 关于星明的成本 瑞恩在19年采访中说 自家在研产品的预算都超过了5000万美元 考虑到后来漫长的研发周期 及索尼接手后的投入 星明特工成本应该超过了1亿美元 注意这里我说的是研发成本 而不是最终索尼的损失 这个我们后文再提 说回PM 在瑞恩想清楚要做什么样的公司后 招兵买马 在18年正式组建了第一批的两个工作室 第一家叫大锅 致力于开发单人冒险驱动游戏 工作室的负责人 戴夫马修斯曾在索尼担任首席角色美术 后来也在棒机担任过美术总监 游戏总监CJ考恩 是一位在棒机待了13年的老兵 曾担任过电影艺术总监与剧情创作负责人 而另一个工作室 就是后来做了新名的Firework 这家工作室的两位核心成员 一位是托尼许 动视老兵 曾担任过命运业务部门的总经理 与动视发行部门的CFO 主抓财务预算等工作 另一位游戏总监瑞恩·埃里斯 还是个棒机老兵 曾担任过TA负责人与创意总监 既然工作室负责人都是老棒机 底层员工自然也是从棒机挖 更顺手 一个证据是 在索尼陆续收购棒机和Firework后 Firework负责人托尼许曾在采访中表示 我们团队里不少开发者与棒机 保持着紧密的私人关系和职业上的关系 很高兴我们能成为 同一个工作室家族的一份子 概括来说 仍然做的事 就是把之前跟他关系比较好的人 从棒机拉到PM 立项新的3A作品 可是他在棒机犯下的错误 不恰恰就是没能稳步推进项目进度吗 这下好了 换个更宽松的环境来做 一高那就有鬼了 而PM与索尼的合作 则是瑞恩这个谈判先人的另一杰作 他在Firework刚成立的2018年 就和索尼谈妥了发行协议 站在索尼的视角也可以理解 毕竟瑞恩之前领导的棒机 分别为微软和动视 做了光环和命运两个超级IP 而且在18年 立项一个英雄设计项目 也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彼时Apex和无畏契约等英雄设计竞品 还未首爆 守望先锋陷入产能争议 假使Firework能以较高的效率 比如三年的时间完成产品开发 肯定会是个有一定竞争力的产品 也可以打到守望先锋2 22年底上线前的时间差来拉人 这里给大家补个知识 其实对于有经验的团队来说 FPS游戏的开发效率是比较高的 拿大家熟悉的Apex为例 根据重申工作室的说法 游戏16年开始构思 17年初全面进入开发 到19年上线时 团队才扩展到115个人 所以说花三年时间用有经验的百人团队 做一款英雄射击游戏 确实是行业中的正常开发效率 可是星明特工从18年全面启动 做到2024年 最后的结果依然只有死斗模式 据点对抗赛 赏金竞逐赛 这几个十分传统的玩法 游戏也没有PVE相关的单人或多人玩法 剧情世界观的呈现依旧薄弱 除了少的可怜的过场动画 剩下的剧情内容 在游戏里竟然以小说的形式呈现 都2024年了 有谁会喜欢在经济游戏里 阅读长篇大论的文字 说到这儿大伙可能纳闷的 如果就这些内容 那为啥会开发6年呢 而且难道PM看不出来 这样的玩法框架已经是过时的了吗 为何还能在这个项目一路绿灯呢 先说开发9的问题 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热恩倡导以人为本 热恩曾在疫情期间接受采访公开强调 他鼓励PM奇亚的工作室 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加班 顺便还批评了R星 玩皮狗 CDPR等成功游戏企业的加班问题 在类似于卖卖的职场网站 GlassDotter 多名在职员工与离职员工也印证了 PM确实贯彻了不加班的规定 Firework的团队扩张也有些不紧不慢 19年底Firework和大国工作室加起来 一共才有50多名员工 疫情的头两年 Firework才真正进入扩张 连续两年人数增长率超过50% 20年时 单Firework一加 员工数就超过了100 但快速扩张势必将带来磨合问题 疫情期间的远程办公也进一步提升了磨合的难度 坚决不加班 加扩张缓慢 加疫情 加管理者过于松弛的多重影响叠加下 游戏的开发效率自然折上加折 这6年来 无为期约Apex守望2等竞品相继问世 那PM难道就没动过砍掉项目的念头吗 我认为很可能考虑过 但是比起隔壁大国工作室的3A项目 Firework的新名 已经是进度相对理想的那个了 PM在23年4月将Firework卖给索尼后 转头就在23年6月将大国工作室给裁撤了 瑞恩给出的理由是 这款游戏的竞争力前景不太确定 也就是说 截止到我这期视频发布 PM从16年成立到现在 除了卖出后才发布的新名特供外 没有上线过任何一款游戏 如果新名也被砍掉 瑞恩根本没法向投资人交代 至于索尼为何会做冤大头 接盘Firework 这里我们先按下不表 后面讲到索尼部分的时候再展开 在说清楚为何开发这么久 和为啥核心玩法如此落后 游戏中呢 因为贯彻政治正确 而极端糟糕的决策设计 则是另一个不得不说的究极端板 那么又是谁应该对 新名特供中的政治正确元素负责任呢 先抛结论 新名特供中的海量政治元素 应该与目前网上盛传的 以Sweetbaby为代表的外部咨询公司 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而是开发组在PM的指导下 内部形成了一套 不容质疑的进步话语权 目前英文世界查找不到任何 能证明PM或Firework 与SBI有合作的媒体报道 SBI官网的客户名单上 也没有PM或者Firework的身影 但同为索尼旗下的 圣莫尼卡工作室却在上面 可见 如果真的有合作 是会被SBI放上去增加自己 权威心的 回控Firework本身的政治正确色彩 就很浓厚了 工作室负责人托尼许 曾在21年IDN采访中说到 信任和尊重 是我们努力追求的方向 从工作室创建逐期开始 我们就组建了一支 具备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内部团队 这支团队的关注点 不仅在于工作室的人员构成 还包括游戏的内容 并致力于将多元化 与包容性融入其中 他还说 Firework在20年赞助了 有色人种游戏开发者组织 他提到的组织成立于2016年 其官网的标语写着 我们的任务是放大有色人种 在游戏中的创作影响力 元公司的说法也能印证 20年加入Firework的助理工程师艾米流 曾在公司海报中表达 作为Firework的一员 意味着我们要与那些 致力于提供指导和帮助的人 一起工作 我们通过支持 类似有色人种游戏开发者这样的组织 帮助行业中的开发者成长 然而这一系列听起来 挺正能量的公司文化 却在实际执行中变了味 游戏自媒体Smash JT 从执行人士处获悉 尽管Firework公开宣称 以人为本 但却在此基础上 演化出了另一套标准 DI文化深入到了公司的方方面面 任何员工只要表达或传递出 保守右倾的观点 就会被HR部门迅速解雇 或列入到黑名单 工作室的整个角色设计团队 都是百分之百的进步派 而且关系非常紧密 确保只有那些 与他们意识形态一致的人 才会被聘用 员工们因为担心自己 会被列入到黑名单 而不敢对糟糕的设计 选择提出异议 当然由于这位知情人士 是匿名爆料 而且Smash JT 也不是权威媒体 这番话 不能百分百被当作实锤 不过在过去这段时间中 Firework的角色设计团队 确实有一位 叫做阿曼达基辅的原画师 在不断为新名角色设计 辩护的过程中 印证着Smash JT的爆料 所言非絮 根据基辅的领营字述 基辅于2020年 以角色概念原画的身份 加入Firework 并逐渐承担起了 小组领导角色 他负责为新名特工 当前及未来的角色 武器 配件 以及游戏内插图创作原画 尽管我们能从他的 Artstation主页展示的 各种概念美术中看出 他是一位具备 相当能力的原画师 但在他推特的种种发言 却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 比如2020年 他在推特承认自己 是一位女权主义者 今年6月10日 新名特工在首次曝光核心玩法 与角色设计后 面对大众玩家 针对游戏强制展现 性别代称的批评 基辅称团队将这些批评 视为白噪音 时间到了7月 当新名特工正式开启 beta测试后 面对网络上汹涌的批评声浪 与糟糕的测试数据表现 他发帖声 玩家对这些角色的反馈 让我很难过 不过我知道 这种反应从何而来 玩家们已经习惯了那些 投其所好的角色 而我们正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政治仇恨团体 在带节奏 他甚至还打起了感情牌 比如他说 新名特工里的每一个角色和模型 我和其他艺术家 都注入了大量的心血 即便收到的反馈都是负面的 我仍对向世界展现 我们的角色概念艺术 感到非常兴奋 然而在游戏正式上线 并boss后 他却又试图甩锅 为设计团队开脱 首先他更改了自己的推特监评 表示推特发言仅代表个人态度 宣布游戏停泊后 他曾连发数条推特称 很多事情影响了游戏的美术团队 包括委员会的集体决策 一些领导层 未倾听美术团队的意见等等 整个美术团队 包括我在内 正经历着艰难的时刻 大家的生计都受到了威胁 有些成员甚至不想继续待在游戏行业了 我们中 没人知道工作室 未来将走向何方 大家都在为未来感到担忧 而管理层和总监 却都在逃避责任 可以说从领导层的托尼许 到中词基辅的一系列发言 基本可以推断 星明特工里 种种的政治正确元素 就是其工作室内部文化的自然延伸 说到底 追求性别种族平等 甚至性取向自由 我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以某种激进政治观点 一致当作游戏开发团队合作的前提 甚至把游戏当作强迫别人 接受政治观念的宣传工具 那就也别怪主流玩家群体 抗议和抵制了 至于发行方索尼是否对此有过干预 从近几年 索尼的第一方游戏 诸如战神5 美墨2等作品 越来越频繁的出现 政治正确元素 我猜测其对Firework的做法 肯定是不会反对的 不过考虑到索尼 直到23年5月才收购Firework 直接下场干预决策设计的可能性 恐怕也是不大的 但说一句 索尼纵容了Firework 作为发行商 未能说服开发者 为玩家体验负责 我觉得肯定也同样是不过分的 再厘清了 PM应该对星鸣失败 所负的种种责任后 我们再来讨论 游戏发行方和Firework 新东家索尼 到底犯了哪些错误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 索尼为什么甘心当接盘侠 选择在23年收购Firework 如果说 PM骑虎难下 不舍得砍星鸣 那么索尼作为发行方 为啥不直接毁约呢 难道他们也意识不到 星鸣的种种隐宽吗 在梳理了这些年 不少相关新闻后 我认为 索尼可能还真就不懂 如何评估和衡量一款 多人在线游戏的潜力 一个事实是 索尼近些年 几乎没有开发和运营 服务型游戏的经验 特别是设计这个品类 从PS5在2020年问世 到今年星鸣特工上线 这四年中 索尼发行的 所有一方和二方游戏中 仅有24年初上线的 《地狱潜兵2》 是在线服务型游戏 可以想象 前几年索尼望着 热丸榜和销量榜 被越来越多的服务型游戏霸占 而自家工作室 却都在做单机体验下 买断产品时 高层的焦虑情绪 所以这些年 他们确实在转型 比如要求旗下 第一方工作室 都立项服务型项目 连功勋无数的顽皮狗 也不能置身事外 在外部 索尼也在谋求 投资和收购有经验的团队 最有代表性的 当属22年1月收购棒机 时任索尼CEO吉姆莱恩 在收购时表示 棒机能为索尼带来的优势 在一起制作大型多平台 在线服务型游戏的能力 这正是整个索尼组织 渴望学习的东西 时任索尼高管实施玉树 也曾表示 会将棒机在开发服务型游戏 所积累的专业知识和技术 融入到索尼集团 通过棒机和PlayStation Studio的密切合作 我们的目标是在2020年3月前 推出超过10款服务型游戏 因此棒机加入索尼后 有一部分职能 就是审查其他第一方工作室 正在制作的服务型游戏 而最后的生还者2的多人模式被取消 正是因为索尼和玩皮狗 参考了棒机给出的审查反馈 2013年5月 时任PlayStation全球工作室 负责人的赫尔曼·赫斯特 在投资简报会上确认 索尼正在和棒机 对正在开发的12款 在线服务游戏进行严格审查 很显然这其中 必定包括星明客工 问题是 星明和背后公司PM的管理层 基本都是从棒机出去的 这中间的人情债 根本理不清 我们完全可以假设这样一个情形 热源发动面子果实 找到还留在棒机的老同事们 恳请他们为Firework项目 在索尼高管处多美言两句 甚至说 发起收购Firework这样的提议 也很难说 没有来自棒机的影响 颇为讽刺的是 本应该为索尼内部 其他服务型项目 做表率的棒机 才加入索尼一年多 就因为命运2表现不佳 而在23年底 进行了一轮100多人的裁员 今年8月 情况继续恶化 棒机再度裁员200多人 从请进门被高高捧起 到被嫌弃不断裁员 棒机在索尼内部的地位 两年半的时间里 实打实的一落千丈 但在这个过程中 星明这个项目 再度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漏网之鱼 幸运的活到了上线 就算索尼在收购Firework后 逐渐意识到了 星明特工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但产品开发 毕竟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骑虎难下了 但索尼作为发行方为星明制定的发行方案也很离谱 在去年5月 索尼对星明特工进行了首爆 然而视频除了露出logo和一点美术场景外 几乎没有展示任何玩法和角色相关的信息 一个原创IP 既没有让大家眼前一亮的玩法 也没有有趣的场景和人物 玩家当然不买账 油管视频点彩数高达1.1万 是点赞数的三倍多 横向对比 19年底瓦罗兰特的首爆 通过实际演示与开发者解说的形式 清晰的向玩家传递了游戏的特色与亮点 此前拳头也没有成功的设计游戏案例 但瓦的首爆播放量却达到了376万 点赞数10万 是点彩数的25倍 而且拳头在首爆6个月后就开启了Beta测试 为了充分发挥竞技游戏观赏性优势 他们和直播平台Twitch达成了深度合作 以观看直播调宝测试资格的方式 鼓励对游戏感性的玩家们涌入直播间 也让那些愿意直播瓦的主播收获了流量 这种方式让瓦在Beta测试期间 打破了Twitch平台单个游戏的观看记录 最高观看峰值达到170万人 单日观看时长超3400万小时 反观新名特工 在不明所以的首爆一年后 他在24年5月的State of Play上 正式公布了一支和游戏实际体验 毫不相关的CG和一个实际混件 结果这次曝光更惨 因为玩法不够新鲜 加上角色形象的争议 导致玩法视频的点彩数将近8万 是点赞数的10倍 而且还宣布游戏要买断 在所有同类竞品都免费的情况下 没人能理解他们为何一定要搞买断 大概只是一种纯粹的惯性罢了 这直接给两个月后开启的Beta测试 做了极为糟糕的铺垫 在舆情已经十分不堪的情况下 索尼居然还把测试分成了两段 开始只有预购玩家 即获得预购玩家分享码的玩家才能参与 后几天才是所有玩家都能参与 但Steam端的玩家 还是必须绑定PSN账号才能进入游戏 导致很多地区无法参与测试 不仅规则复杂繁琐 而且还有门槛 直接打消了很多人最后的一次兴趣 根据SteamDB数据显示 整个Beta测试期间 Steam的最高在线用户数量仅为2388人 值得一说的是 这次Beta测试 星明特工开放了16位英雄和4张地图 一共游玩 横向比较这个内容量其实很多了 像无畏契约 Beta阶段仅释出10名英雄和3张地图 Apex得更少了 游戏首爆及公测 最初仅释出8位英雄和1张地图 但在主播带动和玩家间的口口相传 公测后8小时 Apex人数就突破百万大关 可见 只要核心玩法足够有趣耐玩 即便测试投放内容较少 也能获得不错的效果 星明特工 完全应该在更早的时候 就拿出少量角色和地图 让玩家体验 即便收获的依然是负反馈 但无论是花时间调整 还是干脆砍掉止损 都比如今的情况要好 更进一步来说 与其相信此前 棒击对星明的评估 不如拉上不同身份偏好的玩家 做封闭用言 这也是国内几乎 所有做多人竞技游戏的公司 都非常熟悉的流程 也是确认产品竞争力 最直接的手段 看玩家喜不喜欢 但很显然 索尼要么没做这件事 要么就是用言团队 没有经验 导致结果严重失实 不论是哪个 都很糟糕 至于为何 背大测试口碑人气 双爆死的情况下 索尼仍然要把游戏送上线 然后才停服退款一条龙 我想 最主要的原因是 背大测试开启的时间太晚了 距离游戏上线 仅有一个多月 而很多针对上线的 营销物料和资源 已经都砸下去了 包括不同角色的介绍短片 游戏的实体光盘 限定手柄 以及一些网站的广告位等等 沉默成本太高 恐怕让索尼高层产生了 死马当活马一式的鸵鸟心态 另一个原因则是我的猜测 这款游戏本来就是 以离任的前索尼户于CEO 吉姆莱恩在前些年 全力支持服务型游戏 思想指导下诞生的失败品 如今他在年初离开 如果项目暴死 新一代领导层 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管理责任 反而是如果贸然 叫停上线产生的损失 就得由现任来扛压 这其实很难给母公司交代 这一点 如果是在大公司上过班的观众 可能会更好理解 很多时候 一件糟糕的事 损失大小还在其次 少背锅才是王道 上线后数据不好 顺势退款 搞不好还能落个 妥善处理的美名 总结来说吧 索尼在心灵失败这件事上 有着被PM公司和哈罗德瑞恩的忽悠 签下发行协议 错信了棒机对于Firework这家 渊源颇深工作室产品的判断 以及制定错误的发行策略 砸下的资源 未能给游戏打开局面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他们也为此承担了高昂的代价 具体来说就是 收购Firework的价格 加收购后一年半工作室的工资 再加 星明的宣发投入 这三笔钱的总和 现在我们不知道 索尼是以什么价格 完成对Firework的收购的 外网对此也莫衷一事 可以再等等后续的消息 我猜测 是接近两亿美元的 相当于 好几款成功3A游戏的利润 而索尼对于 持续运营游戏探索的脚步 恐怕也会慢下来 毕竟不只是星明啊 年初他们和SE签署独占协议的 类斯帕拉顿游戏泡沫之星 同样留存不理想 在等待着转免费自救 与其再搞不懂的 服务型游戏领域大笔赔钱 不如收缩阵线 先把什么 新主机定价 PC移植游戏的定价 第一方3A的成本把控等问题 搞搞清楚 恢复一下玩家们的信任 才是正道啊 至于Firework工作室的后续 目前来看非常不乐观 前两天 Kodago报道 游戏总监瑞恩爱丽丝 已经转岗 产品打赢复活赛的希望 也愈发渺茫 要我说 还是和钱东家PM 一起早死早朝生吧 最后啊 我想再点评几句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PM公司的创始人 哈罗德瑞恩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 是什么感觉啊 在看完所有资料后 我认为啊 瑞恩并不是没有能力 甚至人品和人员 应该也还不错 但真正适合他的工作 恐怕是工会主席 或者是公司商务负责人 而绝不能是首席执行官 因为这老哥 根本就无力去推动 一件事情落地 自上而下 构思游戏公司 结构这种事儿 虽然也有 激胖威慑 这样的成功案例 但瑞恩在构思公司时 过于理想化 甚至完全不是以 怎么做出好游戏 而是以 怎么让大家轻松工作 如何实践部分左派 政治价值观 为出发点 但殊不知 任何公司提供的高福利 都要建立在其本身 已经创造了高价值的基础上 对于追求高效率发展的 初创企业来说 给员工一些原始股激励 激发大家踊跃干活 也是一种公平 假如真的 如同某些爆料所言 PM的员工甚至会因为 不迎合某种极端政治观念 就要被排挤 那我觉得 这和瑞恩所言的 包容平等 也毫不相干了 至少到目前为止 软轰轰烈烈的 三个开发乌托邦实践 除了浪费了数亿资金外 没有收获任何有价值的产品 老哥过往的行业声誉 也完全富足东流 希望这场惨痛的教训 能让西方游戏产业 有所反思吧 好的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点赞支持 如果你对中国游戏 和游戏行业感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